这个男人玩命地奔跑,后面的人吹着小号开着枪,很显然他们并不想直接杀了他,而是把他当猎物把玩。 男人疯狂地奔向森林,蜷缩在狭小的树洞里,双手捂住耳朵瑟瑟发抖,好在搜捕队没有发现他,就这样他逃过一劫。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的前两周,无数的德军为活命成为逃兵,二爷也是其中一个,19岁的他正在被宪兵队追捕。 好在他及时藏在树洞下夺过一劫,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二爷在路上遇到有相同经历的逃兵,于是决定结伴而行。 由于太饿,两人决定今晚吃鸡,结果鸡还没吃到,同伴却吃了铁叉见了阎王,二爷则借这个空当逃跑,鸡寒交迫的他,很快发现一辆抛锚的汽车,车里不仅有食物,还有一套崭新的尚未制服,一上来就捡到这么好的装备, 绝对是老天开后门,于是二爷拿着制服玩起了cosplay,并学着上位的口吻,彰显自己高贵的身份。 穿上制服的他,瞬间就有了霸气侧露的感觉,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,回过头,他发现来人是名老兵, 老兵向他行了一个军礼,并请求留在他身边做下属,二爷没有打话,老兵也是个有眼力的,二话不说,快速上前把车修好。 此时的二爷已经意识到身上制服的作用,面对这样的待遇,他欣然接受,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,二爷的人生就有了质的飞跃, 由丧家犬摇身变成德军上位,坐在车后坐的他,将自己换下来的烂衣服丢出去,并露出了邪魅的笑容。 两人来到一处村庄觅食,进入客栈的二爷,高喊纳粹的口号,结果喊了个寂寞,并没有人搭他的茬。 很显然,德军战败和逃兵的抢劫,早已让民众们怨声载道,还好二爷留了一手,他走到桌前拿出纸笔,声称自己是元首的特派员, 专门来统计民众的受损情况,并给予补偿。 听到这话,众人态度纷纷转变,所有人都来登记受损情况,老板也拿出唯一的一块肉款袋,这便连速度挺快,怕是在四川学的吧。 老兵迅速上前,接过盘子狼吞虎咽,顿时老板对他们的身份产生怀疑,这越看越像是恶疯的逃兵。 二爷也看出老板的疑心,他强忍着饥饿,切下一小块肉,放在嘴里细细品尝, 看起来十分优雅。 晚上,老板一伙人抓到一个偷东西的逃兵,并要求二爷杀了这个逃兵,来偿还烤肉钱。 穿上制服的二爷,虽然不愿意屠杀同为逃兵的对方,可为了保命,只能狠下心给他一枪。 大概是从这一刻起,二爷的人性开始扭曲。 这个男人是名逃兵,机缘巧合下,成为冒牌上尉,为了让这群人相信自己不是逃兵,他只能狠下心杀掉这个男人。 第一次尝到权力甜头的二爷,靠着身上的上尉制服,一路招摇撞骗,就算是遇到检查士兵证的军官,他都能顺利蒙混过关。 同时还联络了几个逃兵,作为自己的马仔,带领他们一起混进关押德国逃兵的监狱营地。 撒谎多了,假话张口就来,他说自己是奉元首的命令,来这里惩戒逃兵的,所有人都畏惧他的这身制服,没有敢质疑他的身份。 可好巧不巧,在这里二爷碰到一个叫老白的上尉,吓得他狂咽口水。 这个老白就是影片开头,追杀他的那位长官,好在老白喝得有点多,虽然表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,但就是想不起来,竟然是特派的调查员,老白就拉着二爷狂吐苦水。 他说这个监狱关押的犯人越来越多,食物本就不够,还要用来养活这群害虫,心里到底有些易难平。 正当两人交谈甚欢的时候,一个胖子走了过来,得知二爷并不是临时法庭,派来处置犯人的官员。 心里多少有些失望,不过下一秒钟,老白给他一个眼神,胖子瞄懂,随即也开始怨神载道,因为临时法庭迟迟不处理这群犯人,才导致营地人满为患。 我们倒是想尽快解决这些犯人,无奈权力不够真犯愁。 人惊四的二爷听懂了两人的暗示,并说自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犯人的问题。 随后他们来到关押犯人的牢房,看着眼前同为逃兵的犯人们。 二爷并没有感同身受,反而任凭部下使用暴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,结果导致他们更加放肆,不仅搜刮所有人的财物,还公然地处死五名逃兵。 这种不经过审判就直接处死,是非常不符合常规的。 于是老汉对二爷产生怀疑,要求上级核实他的身份。 二爷蒙了,这偷来的身份可经不起核实。 幸好这个时候胖子站出来,表示自己认识大区领袖,一通电话打过去。 大区领袖听到是首领直属的特派员,立马支持二爷的行动。 还联系上盖世太保,几通电话下来,老汉的举报计划彻底落空,同时也坐实了二爷的特派员身份。 此刻的犯人们殊不知腥风血雨即将来临。 这个男人叫二爷,他冒名顶替别人的身份,来到德国监狱,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,他变成了杀人恶魔。 审判继续进行,可这次说是审判,但更像是屠杀。 90名逃兵被直接扔到死人坑,士兵们架好中击枪,随着二爷的一声放,轰隆隆的炮火声残叫声四起。 也许从开枪射杀第一个逃兵时,二爷的人性就已经磨灭了。 从早到晚,枪声从未停止,没有人在意这些死去的犯人,除了老兵自己呆呆地看着装满尸体的大坑。 突然,他听到二爷叫他的名字,原来是让他给重伤的犯人补枪。 老兵含泪进了个军礼,开始动手,因为在这里没有同情和怜悯。 画面一转,二爷正在举办隆重的庆功宴。 这段极性表演,客观来讲确实很好笑,放在吐槽大会估计都能成为当期的黄金段子。 但放在这种铁血的军营中,显得非常格格不入,晚上所有人纵情狂欢。 在酒精的刺激下,二爷和他的马仔们玩起了杀人游戏。 他们把四个囚犯捆在一起跑,然后毙掉其中一个,让他们拖着尸体继续跑,甚至命令囚犯拿枪杀囚犯。 很快,四个囚犯都倒在地上,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凶手。 自此,二爷彻底撕掉伪装,每天纵情狂欢,还把自己的裤子交劳兵裁剪。 二爷心里很清楚,现在绝对没人会和他唱反调,可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。 英国人的炮火从天而降,整个营地瞬间化为废墟。 二爷虽交心活了下来,但是一切都化为泡影。 二爷带上紧剩的马仔,浩浩到闹进了城,肆无忌惮地杀戮,并抢夺了一栋豪宅。 每天不是酒精就是女人,过得肆意又潇洒,完全不在乎外面究竟如何。 一直到信兵队的突然来访,抓住了二爷和他的手下,并且他假冒上尉的事情,最终也得以败露。 他被带到德国的军事法庭,然而法庭却没有判他死刑。 他们想把二爷派到前线,继续发挥他的才能,但这样的自由并不能满足他。 尝过权力的滋味后,怎么能容忍这样有条件的释放? 但凡能逮饶逃命的机会,二爷绝不会留下来坐以待毙,电影就此落下帷幕。 影编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此电影一上映,就被誉为最恐怖的电影。 不过它恐怖的地方不在于有多血腥暴力,而是内容对人心理层面的抛析。 权力和金钱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,但是看你怎么去做。 人们常说,人性经不起考验,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的话, 有的人只要稍数诱惑,便会跌入万丈深渊,所以人永远不要和人性做斗争。 即使能来实在善点井的灰离室内9在旋律旁し, 请观察将方crates POL follows其道理好解释放突然快乐 绕造的运达请可,